与其对年轻人的想法不以为然 不如去了解他们 例如最火热的游戏Pokemon GO 一些人对于玩家的投入 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玩家自然有玩家的快乐 其实Pokemon玩家的快乐呢 就在于大家要争相 要成为原著动画里那个 超级厉害的训练师小智 那结果就有人全情投入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 就捕捉了145只宠物小精灵 145只不就是捉起了吗 哎呦 到底是谁那么厉害 成为全球首个达标的超级玩家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的 28岁玩家约翰森 一开始就投入在游戏当中 成功捕获了142只Pokemon精灵 还剩下最后的三只 只分布在澳洲 欧洲和亚洲的 魔墙人偶 戴兽和大冲鸭 要怎么样去抓呢 没问题 有赞助商盛勤赞助 于是他到欧洲 澳洲和日本 去捉了这三只精灵 摇身变成了全球捕获 最多宝可梦的训练师 约翰森说得没错 在这个智能手机崛起的时代 手机不只带来了无限便利 更成为了大家休闲时的娱乐节目 特别是Pokemon Go 这款游戏不只唤醒了80和90后的共同回忆 里面说的 依翰森上个星期在澳洲 周西尼捕捉了第145只精灵之后 很多玩家已经赶上头了 来自夏威夷的玩家Robert Wallace 也透过孵蛋的方式 获得地区限定的精灵 也成功集齐了全部145只精灵 有的玩家升级得快 有的玩家喜欢慢慢地享受捕捉的过程 无论如何 希望Pokemon Go精灵训练师们 大有捕获 路上小心 大有捕获